高考前一个月 我突然觉醒了 模拟考试出成绩那天 我妈发疯一般的质问我 你想炫耀什么 明知道你姐姐没有考好 你就不能让让你姐姐吗 我冷笑一声 原地开始发疯 让让让 我让她祖坟升天 哎呀呀都杀了 全都杀了 我趴在地上开始爬行 尖叫 疯狂扯头发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难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三摩成绩出来的那天 我突然觉醒了 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所在的世界 是一本小说 但不巧 我不是女主 女主是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 小白脸 杨姐宋珍珍 当年我爸妈被仇家算计 大楼发生火灾 是宋珍珍的爸爸 冲进去救了他们 自己却因为房梁倒塌 死在了火场里 听到这个消息 宋珍珍她妈 是连夜收拾东西跑的 我爸妈心里愧疚 收养了宋珍珍 他们拼命地对她好 甚至就连我的未来 也变成了宋珍珍的踏脚石 我看到高考后 我成功考上清华大学 爸妈却着我 让出这个名额级杨姐 我不愿意 他们便将我关在了家里 谁让我跳窗跑了出去 却在路上被车撞死 而我的亲生父母在伤心后 竟然直接改了杨姐的身份名字 让他顶替我去了清华 可凭什么 他们欠的要用我的人生来还 他享受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 还在学业有成归来时 和我的亲哥哥结婚 成了家里的团宠 我那脑残哥哥 还带着他来给我上坟 日茶妹妹假惺惺的说 妹妹 我们现在很幸福 你在酒泉之下也该安息了吧 以后我一定会代替妹妹孝顺爸妈 和哥哥好好在一起的 好 很好 一想到我居然只是送珍珍的垫脚石 我的父母哥哥还是帮凶 啊 我要发疯了 彻底消化了这件事实 我已经拿着成绩单站在家门口 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露出一个笑容 人吗 哪有不疯的 打开门迎接我的 便是我妈披头盖脸的质问 你干什么去了 你姐姐都这样了你 还有心情出去鬼混 果然 剧情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 一想到未来 我会成为送珍珍的踏脚石 我一把扯乱我的头发开始发疯 你还是我妈吗 你不是我妈 我妈怎么会不关心我 她要死了吗 我为什么要关心她 你为什么不关心我 我才是你的亲女儿 我才是 我妈被我这样子吓了一愣 刚想说什么 却被送珍珍抢先到 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 妈妈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明明妈妈对你那么好 我冷笑 怎么 少了你是吧 别人上杆子找抽 你上杆子找骂 你见不见啊 怎么 要我打你两巴掌 你才舒服是吗 班主任说你这次又是垫底 我早就说了 你是个智障他们还不信 你还念什么书 不如早点去养猪 我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一手指着我 抖得跟帕金森犯了一样 你明知道你姐姐没有考好 就不能让让你姐姐 你就非要攀比是吗 一想到以后 她会逼着 我给送珍珍当垫脚石 啊 我更气了 我现在心态爆炸得厉害 疯狂地抓着头发 在地上爬行 尖叫 你又指责我 你为什么要指责我 我不是你生的吗 为什么你不爱我 你是不是有病啊 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不爱 让让让 我让她把祖坟生天 螺旋生天 你自己没有女儿吗 我发疯了 我还能更疯 从小到大 无论什么 我都必须要让给送珍珍 不让我就不是好孩子 我那么努力 我明明那么努力的 在讨好他们 在他们看来 竟然是我在争宠 容不下送珍珍 我的优秀他们看不到 他们眼里只有送珍珍 那为什么还要生我 为什么 我的东西不让就是不懂事 只有一份的东西 那必然也是给送珍珍的 从小到大委屈的是我 被指责的还是我 到头来还要得到 他们的白眼说 你怎么这不懂事 他们总是不停地 在我耳边说 要不是送珍珍的爸爸 拼死救了他们 他们也没有今天 可明明是他们 欠送珍珍爸爸的 我越想越气 我妈看到我这个样子 吓坏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想要伸手来拉住我 嘻嘻 你怎么了 你别吓妈妈 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听到这话 我抬头眼睛一眨 也不眨地看着她 真的吗 我不信 如果真的爱我 怎么会逼着亲生女儿 给养女做垫脚石呢 眼看着我又要开始发疯 我妈连忙哄我 当然 这世界上 哪会有妈妈不爱自己女儿的呢 宋珍珍显然是 也被我吓得不轻 但是 她怎么能放过 这个挑拨离间的机会呢 她眼含热泪 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 妹妹 你才是妈妈的亲女儿 怎么能怀疑 妈妈对你的爱呢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 那我走就是了 妈妈 以后我不在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呜呜呜 说吧 宋珍珍立马朝门口奔去 我妈哪舍得看到 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离去 她立马把我抛至脑后 转身追着她的宝贝女儿去了 那一瞬间 我的心态彻底崩了 尤其是看着她们母女抱在一起 哭成一团 啊 更气了 这时候 大门被从外面打开 是我那个脑残哥哥回来了 她看着在门口哭成一团的人 又看着宛若疯子的我 眉头一皱 毕生呵斥 宋希希 你是不是又欺负珍珍了 好玩我 她心疼的扶起了那两人 一脸关切的安慰 珍珍 不要怕 哥哥会为你做主的 宋珍珍在她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好不可怜 哥哥 妹妹不喜欢我走就是了 你们才是一家人 你千万不要和妹妹生气 果然 听到这话的宋凯更生气了 她贴心的安慰着怀里的人 走什么 这里就是你的家 谁走也不该是你走 你放心 哥哥会保护你的 说着宋凯一边 恶狠狠地瞪了我两眼 听听 她是珍珍 我就是宋希希 一看到宋凯 我就想起来原剧情 她会让宋珍珍顶着我的名字 去念我梦寐以求的学校 她还会和宋珍珍结婚 让她享受 本该属于我的灿烂人生 可明明我才是她的亲妹妹 尤其是刚刚宋凯看我的眼神 那是看妹妹的眼神吗 我以前那么懂事听话 却得不到一句赞美 反而让他们趴在我身上吸血 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是吧 哭哭哭 我让她哭 我冲过去将那两个人分开 抓住了宋珍珍 扯她头发 扇她嘴巴 哭泣发疯 你没有妈妈 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妈妈 为什么 这17年 我受过的所有委屈 一瞬间爆发 我看着尖叫着 想要逃离的宋珍珍 她的脸又红又肿 好爽 再来一次 还没等我下手 宋凯就一把将我推开 我没防备 后背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宋希希 你疯了吗 妈了 我瞬间全马 脑子里那根理智的弦崩断 我扑上去抓住宋凯的头发 将她按在地上 撕扯她嘴巴 扣她眼睛 一边哭一边尖叫着骂她 抒发着这些年来 我所有的委屈 你推我 你凭什么推我 一句她可怜 你特妈的说了十几年 你腻不腻啊 谁可怜啊 谁可怜 你们不都偏心她吗 我的东西不都给她了吗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自己没有妹妹吗 非要认别人当妹妹 你见不见啊 你为什么要偏心 为什么 到底谁才是你亲妹妹 宋凯对我打得鼻青脸肿 头发也被扯掉了好大一块 我妈看到这副场面 也不敢过来拉我 哆嗦着给我爸打了电话 一直等我打累了 我才放开宋凯 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的 宋珍珍见我停手 立马扑过去 趴在宋凯身上 哭得撕心裂肺 就跟死了妈一样 我看到她那副样子 手动了动 怎么办 打出条件反射了 看到她哭 就想亲切地关爱一下 一看到我的动作 宋珍珍尖叫一声 立马躲到了我妈的身后 我妈的嘴唇颤抖 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 嘻嘻 妈妈求你了 你别这样 甩了甩手 我本来也没打算怎么着 今天真累啊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看着我妈说道 看我干嘛 去做饭啊 宋珍珍扯着我妈的衣服 根本不敢乱动一点 我挑眉冷哼 你也别闲着 给我切盘水果来 瞬间客厅就只剩下了 躺在地上呻吟的宋凯 我爸回来看到的 就是这副模样 我靠在沙发上吃着零食 我妈他们三个抱团 在另一边小声地哭着 她的嘴唇颤抖 显然是对这副场面很猛逼 一看到我爸回来 宋珍珍挖的一下 大声地哭了出来 当然 我爸可不是宋凯 他黑着脸 给了我一耳光 叫我滚去书房跪着 我不服 反骨一瞬间长到一米八 你不爱我 为什么要生我 要么你今天就打死我 打不死我 等你老了我就把你的氧气罐 把你的骨灰都养了 我爸气得手都在哆嗦 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我气去 他拿着藤条 结结实实地抽了我一顿 我看到宋珍珍得意的目光 怎么办 好像发疯 我暗纳住了躁动的心 第二天故意穿着长袖去了学校 要知道 现在可是大夏天 正热的时节 我在班主任眼里 一直都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他看我这样第一反应就是 我肯定出事了 我变扭着不肯脱衣服 最后在半商量半强迫下 脱掉了外套 我哇了一声就哭了 一边说着我没事 让班主任别再问了 看着我一身轻轻自自的伤 班主任抱着我 哭得比我还要厉害 他当即就报了警 那一瞬间 我仿佛在班主任的头上 看到了天使的光环 他 就是 我的神 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报答他的大恩大德 我爸是本地 做得还不错的企业家 他要是被传出虐待未成年的罪名 公司都不用开了 光是民众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把他淹死 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他会对我怎么样 被带进警察局的时候 我爸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听到的一切 那张脸亲自亲自的 我都怕他当场倒在这 我妈失望地看着我 嘻嘻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爸爸妈妈 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你要这么做 我躲在班主任背后 哭得跟死了全家一样凄惨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比姐姐成绩好 害得姐姐难过 妈妈你别生气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别让爸爸打我 这下在场的人 看我妈的眼神都不对劲起来了 尤其是我的班主任 他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我妈的脸色 也是一阵清一阵白的 这件事 以我爸妈在警察局 写了保证书才做了解 临走时 我窃窃不敢 班主任更心疼了 他摸着我的头说 西西有什么事 你就给老师打电话 明天老师在学校等你 他这句话是说给我爸妈听的 我妈从路上就开始哭 一副愁产物的模样 我嘴见哭哭哭 我爸还没死呢 这个家迟早被你哭垮 这时候宋凯听到动静 从楼上下来 他一蹶一拐的 看到我脸色一变 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半步 我爸坐在沙发上 一脸阴沉的看着我 宋凯凯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他也不敢对我动手了 我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爸 你这是在质问我 从小到大 他们的好脾气 全部都是给宋真真的 对我从来都是急言利索 既然不爱我 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呢 我所求的 也不过是一个公平 我爸沉思了许久 他才开口 甚至斟酌了一下语气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别怪我不客气 还有 把学校附近 那套公寓的钥匙给我 我搬过去 我并不怕我爸不答应 他是个把家庭和谐 看得很重的人 尤其是不能让外人知道 宋真真在我家过得不好 不然也不会明知道 我在家里受尽委屈 也从不开口 听到我的话 他愣了一下 似乎是没想到会简单 好 我再给你请到阿姨照顾你 我到底还是他的亲女儿 衣食住行这方面 他不会亏待我 但是楼梯上的宋凯不干了 爸 不是说好那套公寓 给珍珍做成年礼吗 你给了宋希希 那珍珍怎么办 我听见这话 猛地朝他看了过去 三步并坐两步冲上去 宋凯下的脸色惨白 想要转身上楼 却被我一把揪住 我把他摁在楼梯口一顿输出 让他彻彻底底地回忆了一下 昨天挨打的滋味 打他巴掌 扣他眼睛 扯头发 学着猴子一样尖叫 扭曲 凭什么给他 我不是你妹妹吗 还他怎么办 这个家里谁他妈不爱他 我他妈才是有爹有妈的孤儿 我越想越气 松开了宋凯 冲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 我现在就去宰了宋珍珍 然后回来把你们都杀了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就活该给宋珍珍做垫脚石吗 该死 他们都该死 我妈看到我这副样子 哭得更大声了 又不敢上来拦我 我爸被我这副样子吓得不轻 他颤抖着声音 希希 有话好好说 你先把刀放下 你哥他脑子有问题 你别跟他计较 爸竟然答应了把房子给你 那肯定是给你的 我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 是吧是吧 我就说他是个脑残 宋凯这会儿正躺在地上 半死不活的呻吟 听到我这话 他两眼一番晕死了过去 而楼上的宋珍珍 自始至终都没有敢露面 从前我一步步退让 才让他们肆无忌惮地 践踏我的底线 还是现在爽 发完疯我感觉精神多了 我开心地哼着歌 上楼去收拾东西 在这个家我已经不期待爱了 我只希望他们别惹我 谁他妈也别惹我 但我没想到都这样了 宋珍珍还敢作妖 第二天我去上学的时候 发现学校不少人 看我的目光都怪怪的 他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这我能忍 我随机抓取了一个信任 怎么 声带被人扯了 有什么话大声点 说出来给我听听 信任被吓一跳 最终扑予我威胁的目光 吞吞吐吐地说 他们都说你有精神病 在家里连自己亲生父母都打 你哥哥和你姐姐 昨天都差点被你打进医院了 这种话 一听就是宋珍珍传出来的 我抓着人 朝着宋珍珍的班级走去 走 姐姐带你看热闹 这会儿 宋珍珍正在位置上 楚楚可怜地展示着身上的伤痕 我走上去 一把掀翻了他的桌子 宋珍珍的脸 刷得一下就白了 楚楚可怜地 看着他身边的人 一副被欺负了的模样 我可不惯着他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子 把人拽到了门口 你到处说我有精神病是吧 宋珍珍的那些朋友看不下去 想要过来拉开我们 我狠狠地抓着宋珍珍的头发 你们赶过来我就弄死他 不是说我是精神病吗 我打人可不用负责 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 毕竟两姐妹撕逼着时 放在哪儿都是很吸引人的 我哭得超大声 手上揪宋珍珍的镜也更大了 大家都看着呀 我们家收养了宋珍珍十几年 现在他到处造谣 我这个宋家亲女儿是个神经病 我是打了他 那又怎样 他成绩吊车尾 就在家里哭天喊地的 不准我成绩比他好 从小到大什么都要抢我的 现在连我爸妈也想抢 凭什么呀 宋珍珍脸色痛得扭曲 泪珠挂在脸上 反驳我说的话不是的 谢谢你 怎么能这么说我 在家里你不高兴 就打我骂我这些事我都无所谓 我不会怪你的 我只是一个养女 怎么敢对你不好 他这么说我可就不乐意了 但是我还是不想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发疯 毕竟我是文明人 要是吓到祖国的花朵 那就是罪过了 我揪着宋珍珍 上下打量着他 谁不知道 你不是到处炫耀 你有个魅控哥哥 怎么失忆了 他有接过我一回吗 谁看到过 啊 你怎么哑巴了 说话呀 你小嘴不是体能巴巴吗 旁边的人对着宋珍珍指指点点 无外乎是震惊他 原来只是宋家的养女 而且身为养女 还挤得人家亲生女儿 宋珍珍什么时候 遭受过这些议论 他嗷嗷的尖叫一声 一把推开我跑了 我一点也不怕 他回去告状 拍了拍手 我看着身边的围观群众 微微一笑 好了 我回去做卷子了 朋友们再见 说完 我惠惠衣袖离去 不带走一片云彩 人嘛 该装毙的时候 还是要装一下的 我一直都是年纪前三名 平时在学校热度 本就居高不下 现在宋珍珍搞了这么一出 我在学校的人 立马就从学霸 变成了令人心疼的 没惨强小姐姐一枚呢 一直到上完课 我才看手机 居然一个未接来店都没有 我有些失望 他们不是很在乎宋珍珍吗 现在他们应该骂我 指责我呀 我心里生出了一些 诡异又扭曲的想法 正好明天是周末 这不得回家一趟 一来呢 回去拿点东西 昨天搬家搬的仓促 还有些东西没拿 二来呢 回去发发疯 恶心恶心宋珍珍 回家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宋珍珍 她旁边站着宋凯 她正指挥着人 往楼上搬东西 嗯 等等 我眯了眯眼睛 那不是我的钢琴吗 我妈看到我脸色瞬间一白 然后当做什么也没发声一样 转身往厨房走 哎呀 好人年龄大了 就是爱旺盛 今天的午饭还没做呢 西西你爱吃鸡翅是不是 妈妈马上就给你做呀 说完她三步并坐两步走 砰个一声 关上了厨房的大门 对于昨天我在学校 打了宋珍珍的事 她是质子不提 宋凯看到我的时候 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她颤抖着声音 你别发疯 说完她好像有些后悔 又斟酌了一下语气 西西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着 反正你也不在家 不如把钢琴搬去楼上 让珍珍用两天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立马给你搬回去 我微微一笑 哥你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宋凯像是松了口气 窃窃的开口 那那你不生气吧 我脸上的笑容 一点点扭曲 以前他们拿我的东西 可从不会问我的意见 但凡我表露出一点不愿意 迎接我的 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 他们总是说 珍珍从小就没了家人 你就不能让让她吗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父母吗 如果我没有反抗 那我现在应该再被指责谩骂 为什么不能让宋珍珍 甚至在我死了以后 还要让宋珍珍顶着我的名字生火 恶心 实在是太恶心了 有这样的家人 我不风才怪 我阴侧侧的看着他们 我怎么会生气呢 哥哥 宋珍珍哪只手碰过我的钢琴 我就剁了哪只不就好了吗 宋凯赶紧挡在了宋珍珍身前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他自己身上的伤都没好 不得不说 他人还怪好得累 我抬手鼓掌 真爱啊真爱 刚搬出来的钢琴 又原封不动的 给我搬了回去 我这才满意的 抬脚回了房间 果然人还是要降低素质 才会快乐 高考再急 我也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精力 在宋珍珍身上 回到公寓后 我便卯足了劲的学习 我知道家里是靠不住的 我那对父母的眼里 只有宋凯和宋珍珍 高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天 我早早的就住进了酒店 顺便把手机关了机 我不想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还要浪费时间 跑回去扇他们一巴掌 一直到高考结束 我才彻底放松下来 题目的难度和平时差不多 我大概估了一下分数 上清华应该是没问题的 毕竟按照剧情发展 我也的确是考上了清华的 高考结束的那天 我是连夜收拾的东西 飞去另一个城市 一直到成绩出来的那天 我才给手机开机 手机都差点被各种消息卡爆 班主任和同学的祝贺 还有我爸妈的消息轰炸 也是该回去发发疯了 总得让他们尝尝记性不是 我才到家门口 就听见了里面的哭声 这回我亲爱的爸妈和哥哥 应该都在家里安慰宋真真 其实以她那吊车尾的成绩 能考个大专就不错了 但我那脑残家人们 显然不那么认为 在她的心理眼里 宋真真就是公主 应该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学校 我呸 进门后 我扫了一眼客厅 果然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 哟 这是干嘛干嘛呢 没考上吧 难怪哭得跟死了妈似的 我早就说了 你是个智障他们还不信 这下子相信了吧 宋真真的哭声更大了 宋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似乎是已经忘了 之前挨打的痛 回忆日试 不介意让她再回忆一下 我爸坐在沙发上 他的神色明灭不定 希希 跟我去书房 爸有话跟你说 不用猜也知道 他嘴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 扫了宋真真一眼 我双手还胸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沉默了好半天 伸手点了支烟 压抑着声音 只要你愿意 把清华大学的名额给真真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爸爸能做到的 一定会满足你 他的语气根本就不是商量 而是通知 虽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但是陡然听见这话 我还是忍不住心脏抽筒 这是一个父亲应该说的话吗 说他养了宋真真十几年 有感情 难道我不是吗 我冷笑一声 拿起手边的花瓶 就砸在了地上 桌子 架子 能砸的东西 一个没放过 一边砸东西 我一边发疯 在家里来回走 继续砸东西 扯头发 尖叫 哭泣 我给你妈给 从我高考结束 你们有一个人关心过我吗 你们眼里只有宋真真那一件人 他得到的还不过多吗 我有什么 从小到大 你们给过我什么 是你们欠他的 不是我 凭什么拿我的人生来还你们的债 我爸瞳孔地震 颤抖着嘴唇 嘻嘻 有什么话好好说 爸爸求你了 你别发疯 谁要跟他好好说 从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跟他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可说的 家里被我砸了一片狼藉 直到砸累了 我才停手 这一家子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我也知道 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现在还没有成年 不具备民事能力 但是坐以待毙并不是我的风格 我力所地拿出手机报了警 喂 是警局吗 我要举报我爸妈 他们想让别人顶替我的名额去上大学 这事可是要坐牢的 我妈哀嚎一声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嘻嘻 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你非要把这个家搅散吗 什么叫我非要把这个家搅散 非得逼我把宋真真宰了是吧 我转头就要去厨房拿刀 察觉到我的意图 宋凯扑过来 一把抱住了我的脚 声音哀求 嘻嘻 哥求你了 你就放过真真吧 一脚踢开宋凯 我冷笑 你们别想着把这事糊弄过去 我告诉你们 我来之前就已经和朋友打过招呼的 今天晚上 他要是看不到我人 立马就会报警你们囚禁我 自从知道以后的剧情 这家的任何人 我都不再相信 我爸的眼神 好像要把我给吃了 他颤抖着手指着我 脸都憋得通红 宋兮兮我告诉你 别以为考上了大学 你就能废出老子的手心 没有家里的 支持你什么也不舍 这话你留着给警察说吧 我根本就不吃他这套 我的人生就应该是我的 凭什么给送真真让路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爸妈当然不会承认 自己会让养女顶替亲女儿去上学 只说是和我吵架了 我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 当着警察的面 让他们给我写保证书 发誓去上学的 一定是我这才了结了这件事 但是警察也没放过我爸妈 和那个脑残哥哥 一人挨了一顿教育输出 并告诫他们 这件事是违法犯罪的 可千万不能动这个心思 送走警察后 我爸妈垮着一张老脸 我朝着我妈努努嘴 别成天跨着劈脸 落去给我切盘水果来 生怕我又做出什么事 我妈赶紧小跑着进厨房 哎呀妈妈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 靠在沙发上 我双手还胸 你们也别闲着 手机拿出来发朋友圈 庆祝一下 我考上清华 顺便办办升学宴 看他们一脸的不情愿 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磨叽什么 发 他们俩被我吓了一跳 赶紧拿出手机发朋友圈 宋真真还在沙发角落阴阴 我一瞪她 你也别闲着 发 她赶紧连滚带爬得起来 找手机 升学宴当天 我爸的朋友合作伙伴 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一个没拉拳来了 他们祝贺着我爸妈 老宋啊 你们真是养个好女儿 恭喜恭喜呀 你们家细细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老宋你快让我去取经 我爸妈一天下来脸 都快笑乱了 这人是真心还是假意 就不知道了 但我也不在乎 我瞧见宋真真跟一个男的 偷偷去了楼梯口 那男的我有印象 叫古城是宋真真的忠实舔狗 也是我们这有名的富二代 他们这会偷偷出去 指不定在憋什么坏药害我 我跟了过去 在门口看到宋真真 一头扎进那个男的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他把我最近做的事 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阴阴地求安慰 古城心疼的脸都扭曲了 他和宋真真说 一定会帮他报仇 甚至说出了一百种打我的办法 宋真真呜呜地说着不要 一边又流露出自己的脆弱 然后古城更愤怒了 摸着他的小手 说他就是太善良了 他一定会让我不得好死 最终宋真真同意了古城的话 但又说只要给我一点教训 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好 听听 听听这是多么又荡 又利又表又差的女主啊 我惊呆了 并拍下了视频 这么精彩的故事 当然要让所有人一起看啊 我找到负责升学院的负责人 把本来应该是我高中回忆的视频 替换成了宋真真和古城的 给了负责人一笔钱 我的一百种处理方法 脸色那叫一个变化莫测 指指点点 我爸阴沉着脸色让人关掉了视频 我妈更是差点昏过去 他们对着宾客好一顿 赔礼道歉 我爸的面子里则 可谓是丢了得干净 尤其是这些宾客里 还有他的合作人 估摸着生意也要黄不少 我爷爷冷哼一声 拄着拐杖 你们都给我过来 刚进门 爷爷就一拐杖打在了我爸身上 我奶抱着我哭得跟死了儿子似的 我可怜的希希哦 要知道她敢这么欺负我的希希 当天我就不该同意 你们把她抱回来 我妈念如着想要解释 妈 不是这样的 珍珍 珍珍 她肯定是被人给带坏的 对 对 一定是刚刚那个小子 很明显是她一直在怂恿珍珍 而且前几天是希希 先对珍珍动了手 我妈的心眼都偏得没边了 抱着我奶 我熬的一声嚎啕大哭 奶奶 你不知道 我妈非逼着我把清华的通知书 还有我的名字 我的身份都给宋珍珍 奶奶 我不要让给她 我不要 但是我自己考的学校 宋希希也是我的名字 我觉得那叫一个凄惨 爷爷听见这话 气的手都在抖 你 糊涂 那宋珍珍她爸的恩情 是你该还 你凭什么强加在希希的身上 那可是你的亲女儿 你自己没本事吗 你就得要拿希希的东西去还 好好的一场升学宴 愣是成了一场闹剧 我妈哭唧唧地坐在旁边 一面是她疼爱的养女 可我是她的亲女儿 她看着我的眼神有些愧疚 可我知道 在她心里 宋珍珍才永远都是更重要的那个 如果不是我知道的未来 现在我都已经死了 奶奶逼着我妈把宋珍珍送走 她已经18了 宋家对她的养育之恩也够了 我妈哭天喊地的不愿意 我爸也不愿 她收养宋珍珍 一是为了报恩 二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她把宋珍珍养得好 就是为了给外面的人看着 她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最后他们达成协议 宋珍珍可以不送走 但是宋家的产业 和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爸必须把名下一半的房产 都化到了我名下 公司的股份 也会在我成年的时候 给我一部分 他们代为打理 一直到我进公司上班的那天 宋珍珍赶来的时候 奶奶直接站起来 给了她一耳光 孽障 宋家扬你这么多年 你不知道感恩 还一心想要害我的希希 这突然的一巴掌 直接把宋珍珍打懵了 她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了奶奶 奶奶你在说什么 说完求助的目光 落到宋凯身上 宋凯一咬牙 挡在了宋珍珍面前 奶奶 有什么你冲着我来 孩儿 希希才是你的亲妹妹 奶奶痛心疾首 可到底舍不得 对自己的亲孙儿动手 我则在奶奶身后火上浇油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你也不能 火同外人来害我呀 奶奶 我好害怕 宋珍珍脸色一白 结结巴巴的说 希希 你在说什么呢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 够了 你还想怎样 之前你在家里发疯也就算了 你就非要把珍珍逼走吗 我的脑残哥哥语气粪粪 仿佛我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滚 滚出去 奶奶指着宋珍珍 恨不得将她的皮都拔了 奶奶 宋凯不满 你也滚 奶奶气得不轻 听到这话 宋凯头也不回地 拉着宋珍珍走了 我在家里也成功蜕变成了 人见人怕的女魔头 暑假在家的日子爽 太爽了 我指挥着宋珍珍 吆喝着宋凯 但我没想到 古城居然那么大胆 敢直接在我出门的时候绑架我 他将我带到了一个小驴馆里 那里还有几个看上去 就刁蛮的黄毛在等着 一看到 我就是一脸猥琐的笑 他指挥着那几个黄毛 来 一个录像 一个去脱她衣服 还没尝过这么漂亮的女人的滋味吧 一会儿你们一个个来 说着 古城还想亲手来霸我的衣服 古城心思歹毒的 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他竟然是想找人 直接毁了我 我掐着手心 让自己尽快地冷静下来 宋珍珍让你这么做的 古城一愣 脸上有些许的慌乱 就连声音都提高了好几度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宋珍珍是谁 你今天就是叫破喉咙 也没用的 我看白痴一样的看着古城 他有病吧 应该是有吧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么智障的话 我报警了 说完这句话 那几个黄毛明显慌了 还有 你别忘了 我还没成年呢 绑架勒索 还试图强奸我 你猜猜 你们够判几年 到底他们都还只是高中生 听到这话 明显就慌了 古城脸色通红 那是憋的 他一脚踢在一个黄毛屁股上 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绳子解开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们什么时候绑架你了 只不过是老同学叙旧而已 古城还不算太笨 但是 绳子松了 我揉了揉手腕 比划了一下手掌 已造成他人伤害的模样 对着自己就是两耳光 又撕扯自己的衣服 抓头发 掐自己 制造出伤痕 那几个黄毛一愣 不知道我是在做什么 下一刻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我立马惊声尖叫了起来 救命啊 救命 你别过来 门外的动静更大了 警察直接破门而入 一眼就看到了 缩在角落还带着伤的我 年轻一点的女警察红了眼眶 赶紧过来扶我 小姑娘 他们没得惩罢 古城和那几个黄毛也被抓起来了 他们不停地叫嚷着 没有绑架我 身上的伤都是不过自己搞的 谁会信呢 我一个弱女子 要把他们几个 弄到宾馆里强奸自己 古城争辩的嗓子都哑了 愤愤地看着我 一边叫嚷着他爸爸是谁 警察听到他这么嚣张 扣押他的更用力了 爸妈听到我出事 立马赶了过来 我妈看到我又要开始哭 我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闭嘴 行了 好 收 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 他们当然是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那天和宋真真在一起聊天的男的 警察调取了我家的监控 确认了是古城绑架了我 我又向警察提供了 古城和宋真真一起商量 如何对付我的视频 无论他爸有多有钱 坐牢都是跑不掉的 毕竟 他这是绑架 加强奸未成年未遂 但宋真真在视频中 并没有严明如何对付我 并不能构成刑事犯罪 古城也不愧是宋真真的忠实舔狗 他咬死了绑架 这个是他想出来的 与宋真真无关 古城爸爸气得不轻 又没办法对我怎样 我可是受害者 他的火只能撒在宋真真身上 既然古城喜欢宋真真 那就让宋真真 在到了法定年龄后 直接和古城结婚 宋真真当然不敢 哭唧唧的跟我爸妈求救 可古家的权势 并不是我爸惹得起的 我妈含着泪 我不要嫁 我没有想让古城这么做 哼 妈 如果我没有报警 那我就活该被绑架 被强奸 被毁了一生 我到底是你亲女儿吗 我甚至都没有愤怒的情绪了 平淡到不可思议 我妈念如这说不出来话 躲闪着眼神不敢看我 我哥那个傻逼来了一句 你真是没事吗 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 我没事 那是因为我反抗了 我聪明 而不是古城他大发慈悲放了我 但显然他们那种傻逼的脑子里 是想不通这种 明明三岁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 哪怕宋真真不愿意 古家还是让人把他带走了 古城还在里面坐牢 古城的爸爸能让他好过 这件事后我彻底地搬离了家 一直到开学 我拖着行李箱告别了这座城市 迎着第一旅朝霞 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很久很久以后 我从表姐的钟 得知了家里的变故 宋真真到了古家受尽欺辱 她日日夜夜和宋凯打电话诉苦 宋凯当然舍不得看到自己 从小宝贝大的公主 受这种欺负 她带着宋真真跑了 打算出国避避风头 但是这件事很快就被古父发现了 宋凯和宋真真 在被追捕的过程中 因为太过慌乱出了车祸 宋凯的双腿当场就断了 而宋真真被她护着 只是受了些惊吓 天之骄子落的这样的下场 她怎么接受得了 醒来后的宋凯得知自己余生 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把一切的源头都怪罪到了我的身上 可我远在北京 她便只能对着爸妈发疯 甚至到后来 疯狂地恨起了宋真真 对她也是非打击骂 而我那对父母虽然宠爱宋真真 但又怎么比得上自己的亲儿子 我妈更是狠毒 在家里想尽办法折磨她 宋真真也逃跑过两次 可每一次被抓回来迎接她的 都是一顿毒打 她这个团统女主 彻底地变成虐文女主了 我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宋凯和宋真真不是爱得很深吗 那就应该锁死 那些属于我的美好人生 还在未来等着我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